张学良是东北军阀张作霖的儿子 他的一生未受争议,保贬不一 918事变时,他的不抵抗政策 让日本几乎没受任何阻碍,就侵占了整个东北 张学良也因此被全国人民唾骂 但是在1936年,他又联合杨虎城逼迫蒋介石合作抗日 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就是这样一个十分矛盾和纠结的人 被关押了半个多世纪 临终前在异国他乡的张学良十分肆虐故乡 但却只能含泪说出六个字,令人叹息 其实年轻时的张学良对待日本的态度是十分强硬的 那时候虽然父亲张作霖和日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是当日本开始想利用张作霖来侵犯中国时 张作霖果断和日本翻脸,并多次和日本划分界限 于是日本密谋策划了黄孤屯事件 张作霖也被炸成重伤身亡 此时张学良顶替父亲,统领东北军 日本便来威逼利诱他 日本侵奋国土还有杀父之仇 张学良自然不给日本好脸色 很多人指责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 还猜测是不是蒋介石给他下令撤退 张学良晚年恢复自由后,曾接受日本电台的采访 此时蒋介石已经逝世,但当时张学良并没有推卸责任 而且坦白道,是我下令不抵抗的,和蒋介石没有关系 是我错估了形势 而在兵舰后,张学良和杨虎成也遭到了蒋介石的报复 多亏了宋美龄的劝诫和东北军的威慑力 蒋介石才没有杀掉张学良 但张学良从此以后也失去了自由 辗转多地被关押54年 直到1990年左右,两蒋都去世后 张学良才逐渐恢复自由身 此时张学良已经90岁 已有半个多世纪没有回过故乡 所以十分想回大陆 但被形势所迫 被告知除了大陆哪都能去 张学良只好和家人去了夏威夷 2001年,101岁张学良已知时日不多 临终前他让孩子们拿出中国地图 久久地看着地图上的中国东北热泪盈眶 他颤抖地说了六个字 对不起,回不去 之后就与世长辞 结束了这纠结且矛盾的一生